能久庄园提醒您精彩继续 能久庄园白酒爱好者的向往之地 勇气是我的声音 探索是我的声音 不妥协是我的声音 年轻就该有自己的声音 用好声音开启有机新生活 此刻十位学员满载音乐能量驰骋而来 只为呈现出他们最经典的好声音 成就一场极具品质的导师对战 天字经典开启有机新生活 加油 李荣豪战队年少有为 品质老酒甜美 天字经典开启有机新生活 本节目用十三年坚持有机的经典 独家冠名 本节目由狼种庄园独家特约 狼种庄园白酒爱好者的向往之地 动力强表现稳 本节目由一气风田双情家族赞助播出 助力王者之路 名师出高徒网课选高徒 本节目由中小学名师直播课 高徒课堂赞助播出 中国好声音交通银行特别赞助 超级最后星期五五折旁欢 全球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中国好声音有机新生活 经典有机奶液三年八克优质乳蛋白 为敢想敢做的每一个有梦想的你助力 带你开启有机新生活 他们做了充足的准备 由一首最喜欢的歌将整个舞台点燃 将有机生活畅详 欢迎杰提风老师战队 曹阳演唱歌浅 就为放晴的天空 一旦留着你的笑容 一旦留着你的笑容 哭过 却无法掩埋迁迁就 风筝在阴天搁浅 想念还在等待旧月 我拉着线 复兴你给的温柔 不舍在一旁的寂寞 想我给不起承诺 怎么会怎么会 你竟原谅了我 我只能永远渡着对白 渡着我给你的伤害 我原谅不了我 就请你当作我已不在 我睁开双眼看着空白 忘记你对我的期待 读完了依赖 我很快就离开 所以我只能永远温着比较 要看到空白 我们超级不抵律的煞 久未放晴的天空 依旧留着你的笑容 就未放晴的天空 也賣前舊 風箏在陰天擱淺 想念還在等待救援 我拉著線 複習你給的溫柔 不捨在一旁的寂寞 想我給不起承諾 怎麼會怎麼會 你竟原諒了我 我只能永遠讀著對白 讀著我給你的傷害 我原諒不了我 就請你當作我已不在 我睜開雙眼看著空白 忘記你對我的期待 讀完了依賴 我很快就 我只能 永遠讀著對白 讀著我給你的傷害 我原諒不了我 就請你當作我已不在 我睜開雙眼看著空白 忘記你對我的期待 讀完了依賴 我很快就 離開 離開 我只能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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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來 好好好 言歸正傳 曹陽 我覺得你在舞台的把控能力 我覺得是 就是 無人能及的一個 因為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是他後面 有一個直接轉 高了個大二度 對吧 那一下就是 那一下就是找不準 就容易 就走了 但那一下很準 可見我覺得 曹陽也是做了很多的練習 外加對這首歌 非常的喜愛 然後也謝謝你們選這首歌 我很喜歡 謝謝 謝謝 其實在這 我要跟陳欣講一個事情 就是 我們在對歌的時候 我覺得陳欣可能 對我是不是有一些 可能排斥我選的歌 我說那我們再換一首歌 然後就選了這首歌 選完這首歌之後 我發現其實他是一個 內心其實很倔強的 一個小孩 就是你越是 就是不怎麼理我 我越是唱得好 你知道嗎 所以我從頭到尾 沒理過他 對 所以直到 今天他彩排的時候 我忍不住 給了他 比了個心 我覺得語氣 畫面 我覺得該有的都有 最主要是我覺得我聽懂了 讓我聽懂他這個人的歌聲 長什麼樣子了 對他的風格是什麼樣子 對 陳欣 我想說就是特別謝謝 作為老師 在忙選的時候為我轉身 我覺得很珍惜這個機會 謝謝陳欣 林萌老師 大家可能會有時候 聽到流行歌曲 就覺得 就是會低估一個歌手的實力 當然我這次像剛剛榮浩老師也說 後面的那個轉調的那個 我是希望放在裡面 去挑戰曹陽的 很棒 對 所以我覺得看到你在舞台上 其實是讓我還有整個戰隊 會變成一個定海神針 曹陽 我想說就是擱淺這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歡的一首歌 我把它帶到舞台上來 然後我覺得我對自己的剛才表現還挺滿意的 謝謝你 兩位觀戰老師 請你們寫下你們這一分 李宇宙老師很快做好了決定 寫好了 李健老師寫好了 好 李健老師 我想問一下 這個香里拉以前好聲音的舞台唱過嗎 沒有 這麼一首好歌 好聲音的舞台居然露下了 誠心啊 你應該感謝以往的歌手嘴下留情了 而且你的嗓音 是我們喜歡的一種標準的好的聲音的 再說曹陽 你是一個成熟的歌手 你幾乎是一個職業歌手 似乎跟誠心比也不太公平 你是很自信的 而且你的形象也很好 我選擇 還是 謝金沐老師上隊的曹陽 李宇宙老師 曹陽在這個歌曲裡面 其實我看得出來 你對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熟悉 我把我自己的這一票 投給的是曹陽 謝謝李宇宙老師 曹陽再加一票 兩位學員 請面朝評審團方向 各位老師 我們即將開始投票 走走看一下看一下 還有老四季了 第一排各位老師請投票 第一排全體支持謝金沐老師在隊 謝謝各位請放下 第二排請投票 第二排李宇宙老師拿回三票 謝金沐老師有五票 謝謝各位請放下 看完了頭三排 那我就安穩一點 請投票 這排李宇宙老師 戰隊獲得兩票 謝金沐老師 戰隊獲得七票 謝謝各位請放下 看完了頭三排 那我就安穩一點 但是隨時有反轉的 頭四排不代表任何東西 下一排各位老师请投票 全体支持谢天风老师战队 谢谢各位 请放下 什么 谢天风老师战队 我觉得可能是这首歌比较小 然后又是第一个上场的 可能大家没有感受到 我的那种情绪吧 下一排各位老师请投票 有一位支持李荣豪老师战队 其余八位支持谢天风老师战队 谢谢各位 请放下 最后一排各位老师请投票 全部支持谢天风老师战队 谢谢各位 请放下 最终 谢天风老师战队的曹阳 以45加2 总数47票 这一轮上 双队 双阳 第一局谢天风老师已经获胜了 我们先来看李荣豪老师 是否给他选择了加分项呢 一颗心 没有使用加分项 那么谢天风老师 他对曹阳的选择是 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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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心 目前第一轮过后 谢天风老师战队 1比0领先李荣豪老师战队 两位老师 请拿着你们手上的两分加分项的信封 把你们的同学带回休息室 我不走 主要是我怕打击他 所以不用 一下被破了一盆 一盆那个冷水的感觉 不要气馁 千万不要气馁 千万不要气馁 对 我觉得这个评分老师就是 可能他们自己的 每个人的喜好不同 超好听 不要被这个东西影响 对 不要被这样的东西影响 好 因为我害怕会对团队的事情 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他们都是一方 没什么自信的孩子 我当然有我的想法 但是 我从来不会处于一个 特别有信心的状况 我这个人是特别没有安全感 每一秒都在想 有没有失误的可能性 我们要选人了吗 不要了 来 你走 哎呦呦呦呦 感觉要发露了 这么厉害 当时看陈欣宁的那大比分 落的比较多 所以我还蛮冒火 我就想上场 我觉得 刚刚来一首这么抒情的 如果 把肠子炸开怎么样 加油 加油 那一回合我是猜 Yama就是穆罕 Yama就是文军 Yama就是文军 他还提醒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 歌曲悬的本来就重一些 感觉你已经打满了鸡血 要上场的感觉 陈欣宁给他选的那个 我已经感想你了 我是觉得说 他们可以表现出一些 不一样的他自己 我已经有勇气听了 没相信 不害怕 别人说 有你的问题 很完美 就非常完美 好 听到鸡鸡疙瘩都去了 你见到特别好 相信那个舞台 对他的个人来说 应该是95分以上的 他可以唱的 反正有他自己的味道 我自己觉得 这一轮的话 还是有一点小压力的 因为如果 加油 我这次稳了的话 那我们就一定会士气大增的 那如果我输了的话 可能 接下来的学员 心态可能就不会那么坚定了 让我们欢迎第二轮的学员 回到舞台 首先 让我们有请 谢霆博老师战队 习欣 加油 李柔华老师 选择的是陈默涵 加油 哎呀 这个七七太害事了 挡住我了 哎呀 又 又是名猛将 又是名猛将 第二回合陈默涵对战齐心 有什么要跟他嘱托的吗 荣浩老师呢 陈默涵 因为他第一次唱那个 昨日晴空声音很少年嘛 我给他选了一个就是那种 冲冲冲啊 就全是那种 后来我忽然发现他很适合唱一些 有点就是爵士乐的东西 想让这个陈默涵展示一下 这个爵士乐这个如何可以巧妙地融合 在我们流行音乐里面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 所以加油 谢谢任默老师 李柔华老师 玩得开心点 谢谢谢天风老师 目前是1比0 所以谢天风老师 请把你的加分选项做决定 好了 好 那任默老师 好了 好了 好 好 今年有机奶衣3.8克优质五蛋白 带你开启有机新生活 对战时刻正式开始 让我们首先欢迎谢天风战队 齐心演唱 《尼克拉斯》 这些笑声被爱你都可以带走 这些笑声被爱你都可以带走 这些朋友夜晚也都是你的 你的心跳呼吸你的手 你的情分灯光两个手 都留给你一个人慢慢相拥 你的房间晚餐和石油 你的微笑动作多持久 没有人能捕捉 你几只偶像歌手 你几只神秘传说 青春要替你撒脱 嫉妒要随你不朽 你几只偶像歌手 你几只神秘传说 你几只使能几只虽然 你几只连 denk里感饿 将我忠逗 全世验被你突破 这些笑声被爱你都可以带走 这些朋友夜晚也都是你的 你的笑声和心里的手 你的气氛灯光连和手 都留给你一个人慢慢享用 你的饭间晚餐和石油 你的微笑动作多吃酒 没有人能捕捉 你几只偶像歌手 你几只生命传授 心水要体力洒脱 嫉妒要随你不朽 你几只偶像歌手 你几只生命传授 爱恨都任你颠挡 全世界陪你追落 七只偶像歌手 一切只神秘传说 青春要替你洒脱 嫉妒要随你不朽 一切只偶像歌手 一切只神秘传说 爱恨都任你颠倒 全世界陪你吹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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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琪琪 听过来很棒 我受不了 接下来欢迎 李荣华老师战队 陈墨涵演唱 我已经敢想你 心里的音乐只剩下音符 不再是感情一处 看不出 这条路曾走到荒芜 摸不出 这条吧曾险肉模糊 我已经有勇气 看到你消息 不害怕别人说 有你的话题 甚至 我已经和回忆 和平在一起 不刻骨不铭心 不强不忘记 我已经敢想你 挑战在我楼台 悬挂你衣服 心情不准有祈福 翻出过去照片 在心上目睹 训练自己变麻木 要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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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 得选择去服 要收服 要回顾 有时候 得选择去服 要回顾 便宜 要扶着 终于学会了 敢去想你了 我已经有勇气听到你消息 不害怕别人说有你的话题 甚至我已经和回忆和平在一起 不刻骨不铭心 不想不忘记 我已经感想 我已经有勇气听到你消息 不害怕别人说有你的话题 甚至我已经和回忆和平在一起 不刻骨不铭心 不想不忘记 我已经感想你 谢谢莫涵 也谢谢琪琪 第二轮演唱结束了 钟昊老师 请莫涵 有一个地方是 我可以听到你消息 你看前面看到你 你唱前面看到你 唱错了一个字 对吧 听唱成看了 我已经有勇气看到你消息 不害怕别人说 你确实是失误了 你这个 你怎么能说我不说 我没有失误 那不行 他那天在台上表现的时候 是有点魂不守舍的 其实我还是更想帮助我的团队 拿回一分 所以可能就有点亢奋过 不过没关系 我其实是很喜欢你的松弛 跟你的唇齿 对 说实话 这首歌没有到很爵士 它只是有一些爵士的元素在里面 而且我也是希望 把更多元化一点的音乐 带到这个舞台上来 为我们这个节目 对多增添一些不同的可能性吧 谢谢莫涵老师 莫涵 浩哥真的非常认真 我们在录音棚待了非常久 最终定了这首 我觉得我非常喜欢 谢谢浩哥 谢谢 你喜欢最重要 你喜欢我 谢谢 林峰老师 齐欣 非常感谢你去尝试 我说的那个中间的女高音的 这个位置 因为确实 我希望把每一个学员 可以推到悬崖边 只要你不掉下去 我们还是要尝试去突破你们的极限 所以这次的歌特斯的一个摇滚 我个人非常满意 谢谢庭峰老师 齐欣 首先我要先感谢一下四位导师 然后特别是庭峰老师 感觉得到了很大的一种力量 谢谢您 齐欣 两万观战导师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每一位学员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 遇到好的老师 是最大的收获 可能会是未来在职业道路上 给自己更多的扶持 当然 就像我们中国好声音的合作伙伴 高途课堂一样 高途课堂当中的每一位老师 很多都来自于 清华北大毕业的名师 十一年以上的教学经验 能够帮助大家 攻特更多的难点 如同帮助你们在这一刻 面对更大的困难 选择好了 很好 那么来面对成绩吧 猪猪哥哥 看一下 哎呀 给我 我整紧张了都 我看了 第一排 各位老师 请投票 第一排李永浩老师战队 获得三票 谢天鹏老师战队 获得六票 李鹏老师战队暂时领先 我前面都冲我几米罢了 我三米六 我有什么好景样的 第二排 各位老师 请投票 这一排 双方打成平手 都是获得了四票 谢谢各位 请放下 目前谢天鹏老师战队 暂时领先 但优势不太明显 第三排 各位老师 请投票 这一次 谢天鹏老师战队 获得了四票 李永浩老师战队 获得五票 谢谢各位 请放下 几乎打成平手 在这样的极端的歌曲的类别 哪一方高一点低一点 我都完全能接受 但是必须得很接近 第二票的差距 谢谢各位 请放下 没有了 用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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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2020经典中国好声音 目前为止评审团 评分最接近的一次 李宇宙老师 您现在是赛点掌控人 不是 是建格 因为目前 李荣浩战队25分 谢天鹏老师战队26分 我还真没有想到说 这么快就上演 这样的一个赛点吧 就还挺难 挺难去分出一个高低 分出一个胜负的 李宇宙老师 如果您这一票 给了谢天鹏老师战队 胜负一分 2比0 如果你给了李荣浩老师战队 26比26打平 李健老师定输赢 可以搞成这个样子吗 所以我们有两个赛点 这个角色很难做 虽然我只有一票 但是我要神圣地投出这一票 两位歌手的 歌曲的路子也很不一样 首先是齐欣 他的演唱也是延续他声音 非常强的一个爆发力 但是我要说的就是 这首歌是我自己 曾经想过要翻唱的一首歌 所以 尼可拉斯 对 所以我其实对于这个歌曲 我是有自己的研究的 所以我觉得 可能有一些部分 会稍微有一点点满 因为这个歌曲 有意思的是在歌词部分 它的 你旗子偶像 歌手 你旗子什么什么 更重要的是 它的那个言外之意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所以我会觉得说 可能刚刚那个演唱上面 而少了那个刘白的空间 其实孟涵今天这首歌曲 可能比上一场的那个歌曲 在年龄感上面 在歌曲的成熟度上面 我觉得会要大一些 我是有一个小的建议 就是如果你的那个 掌控和你的那个groove 可以再那么往后一点点 稍微老实了一点 是吗 这是我的一个小建议 好 请问李宇纯老师 您这一轮的选择是 我现在改也来不及了对吧 对 当然 那我就不改了 好的 皮球马上击给李建老师 写的是韩 陈墨涵加一分 漂亮 二十六比二十六打平 哎呀 憲哥 用上了 全用上了 这一项 这个 太 我每次都碰到这种 好像只有亭峰出现的时候 才会用 只有他出现 场面一定是这样 健哥 你看到这个球踢过来了吗 没想到结局是这么惨烈 结局有点紧张 没关系 什么没关系 哎呦 我说之前这个蹄峰今天露出了 这个香港叠战片的眼神 有点像梁朝伟了 李建老师 先给他们点建议吧 对 先 先点 对 我觉得比赛还是比赛 中俱学员们需要有所进步 情形稍微有点满 因为中国人讲究留白 讲究意味深场 缓和下来可能会更好 现在的李建老师也来了一段 怎么觉得留白什么的 然后我就懂了 懂了 莫涵其实是我一直 很觊觎的一个歌手 让我一直很心心念 念而不忘的选手 哎呀 没办法了 事到如此 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挽回的 只能这样了 我也不能够再更改 我只是当初很快就写完了一个 好 来吧 来了 哪儿去了 我找找 你误了 李建老师 来吧 展示 您的选择是 我写了一个导师的名字 对 所以其他导师也不要怪我 因为这轮我们想到这个 结局竟然是这样 扮演了 没有扮演好一个角色 从没见过这么紧张过 你选择的是 你选择的是 谢霆锋导师 这一轮最后 谢霆锋导师 以27比26 就 出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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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抱歉 这个没办法 这个没办法 失败了我也没觉得特别的意外 我其实更在意他那一下失误 这首歌其实他如果唱好的话 其实真的挺好 可惜了 就是可惜了 规则上我们要来看 这次的胜利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获得了多大的领先 先来看代价 李荣昊老师 李荣昊老师 给予莫涵的是 一分 并没有对您使用加分项 还好 谢霆锋老师 那么他会否使用了加分项 如果用的话 就是3比0了 谢霆锋老师 使用的是 一分 成绩已落定 谢霆锋老师战队 2比0 0先 好 好 好 帅点 帅 帅点 那 我如果再输一局 是不是就结束了 还没有 因为总数是6分 对啊 他3分了 剩下两轮还有3分 除非呢 你使用了加分项 并且输掉 而且他使用加分项 并且获胜 并且赢了 对 就结束了 就已经结束了 好 我知道了 对 两位老师 来吧 请带着你们的学员 回到这个 这个 走运 走运 确实走运 这个唱什么样 这个说了就是说了 没办法 来来来 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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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 长方 太刺激了 完美餐单 就这样 他们肯定是8830了 他们肯定会出墙子了 这个接下来呢 哎呀没有问题 你唱的真的没有问题 就是说 那没办法 那走吧 走走走走 加油加油 我们现在是受不了了 我真受不了了 那个我们连数小局 我们都有点崩溃 崩溃的边缘 我想 就是我想立马过去 搬回来一局 好对对 一二三 走 就是说第一次 唱一路相悲 不是说自己心里 唱的 感觉平时并不是很好 我一路相悲 离开有你的期间 如果你这个悲能再短一点 就就很起范 我我 我知道你那个意思老师 我一路相悲 哎 不对 我为什么 不是你要闭嘴 不是 我一路相悲 我知道那个感觉 哎 我为什么唱不出来 哈哈 以前我是真不知道 我也没有想到 这个歌居然还能扣这么细 我一路相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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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更多的是让你怎么样 更好地把这首歌给表达出来 帮助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一句一句叫我唱 一句一句扣 感动了 感动了 我 感动了 我 感动了 我大概猜得到对方会是白马森林 所以在我已经有了两分之后 其实 因为刚刚已经有了一些重型的 还有流行的 有一些抒情的 那我们给他们看一些 他们没有见过的 好不好 好 你们应该做得 覆不及待了吧 是的 一个A cappella的中国风 其实也非常具有实验性 所以 确实可以考虑 在第三把就出来 可能今天晚上最难的那首歌 就是那首歌 欢迎两位导师 带着第三轮对战的学员 回到舞台来 借天峰老师卷择的是 皮诺曹人生乐团 好 好 打卡贝拉 李荣浩老师卷择的是 斑马森林乐队 两个组合碰上了 第三回合斑马森林 对战匹诺曹人生乐团 有意思吗 这比人多是吧 对对对对对 你们这一场那个 这么多人 然后站在这样一个 拳台上 特别想打野拳呢 你知道吗 中华老师 那有什么要跟 白马森林说的吗 其实我跟他们相处之后 我觉得他像我小时候 搞乐队的时候的样子 所以我其实没让他们 搞原创 我们就这种青涩的年轻的玩意 对这个心 我觉得其实挺让我感动的 加油 李荣浩老师 因为你们的部分应该是最难的部分 在好声音这个舞台也从来没有呈现过 Acapella 反正心情享受 对你们有信心 谢谢两位老师 从赛制上来说 这一轮有可能订输赢 前提触发它可能发生的事 你们对于是否使用加分项的选择 对 那么请你们来决定吧 好 我看一下 选好了 选好了 好的 以我参考他19年的好声音 他都是压到在第五把 但是毕竟这个是关键赛点 而且因为毕竟他还是只有四个人 他应该不会留到最后的一把去压 李荣老师 你觉得荣浩老师会用加分项吗 我觉得会 我也同意 应该是 背水一战 加一 选好了 这就是他 很好 今天有机奶一三年八特优质五蛋白 带你开启有机新生活 对战时刻正式开始 首先欢迎李荣浩老师站队 斑马森林乐队演唱一路向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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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是我错失的机会 你占的发泪 跟我中间隔着泪 接近一直在后退 你的崩溃在转弯零碎 我一路想陪离开有你的季节 你说你好累 已无法再爱上去 风在山路吹 过往的画面全都是我不对 计数惨悔 我想你几位 好是经历的世界 人来远远的道别 你转身伤悲 偷脸还是很美 我用眼光去追 倾听见你的泪 在车窗外面摆回 是我错失的机会 你占的发泪 跟我中间隔着泪 接近一直在后退 你的崩溃在转弯零碎 我一路想陪离开有你的季节 你说你好累 已无法再爱上去 风在山路吹 风在山路吹 过往的画面全都是我不对 心数惨悔 我想你几位 我一路想陪离开有你的季节 放下半周围 会穿着我的后悔 我正宿朝鱼 却摔不掉 静静跟随的伤悲 细数惨愧 我想你几位 停止狼狈 就让昨春 忍悔 Zither Harp 谢谢白马森林 欢迎《比多草乐》给演唱 卷珠莲 Zither Harp 全颗好美到眉间欣赏 花间透过思量 沾染了墨色汤 千家文静泛黄 夜景迷床沙微微凉 Zither Harp 啊 胭脂香 胭脂香味 啊 是为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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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悬舞对舞 烟月明 首颜爱却泪 细雨素润 鲜艳外绿阳 卷起愁对春伤 残珠花 笑风凉 归烟过 初流声唱 天吹 渐吹 赴晴断肠 鲜艺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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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枝香味 鲜烟炼 卷珠莲 哭眼儿全累 谢谢评论长 来 我们请戴马森林 回到舞台中间 那么一样 先是对战的双方导师 荣昊老师 李沃曹 任盛哲 我觉得你们在改编的 有节奏了之后 而且你还是唱得那么委婉 然后就很完美地融入在里面 我觉得你们的默契 是很让我觉得很厉害的 恭喜你 对 戴马森林 我看了他们第一天之后 我就想到了这首歌 我觉得他们应该在这个舞台上 留下一个音乐人 青色玩乐队的样子 刚才表演的挺一路向北的 我很喜欢 我刚才也跟着唱了半天 挺好 挺开心的 戴马森林 在这一段时间 特别特别感谢浩哥 因为他真的特别特别的 对我们特别特别用心 然后我们所弹的吉他 都是浩哥的吉他 都是他带给我们的东西 真的特别喜欢浩哥 开心就好 开心就好 谢谢 秉峰老师 戴马森林 我看着你们 我很想加入你们 就是我一辈子 其实其中一个我最大的遗憾 就是我没有缘分 碰上我自己的哥们 去组我的乐队 很喜欢你们 很喜欢你们 谢谢老师 好 那我说一下Pinoto 因为Acapella在好声音的这个舞台 是从来没有出现过 更何况是去改一首中国风的感觉 而且这个驾驭得非常好 我觉得你们的努力 是今天大家有没有工作的 好 请多曹 因为我们人比较多 所以其实我们的事特别多 特别麻烦 希望在这个机会 可以跟提名导师说一下 谢谢 好 两位观战导师 现在请二位做出决定 李宇胜老师也写好了 我已经写完了 已经写完了 来吧 李嘉老师 您的最后的意见 斑马森林就像名字一样 你们真是一路唱到北京了 少年义气 义气风发 我选择了 谢谢您 斑马森林加一分 李宇胜老师 我的投票是斑马森林 斑马森林再加一分 我觉得很开心的是 梁云老师把他们手中 这两个分 都给了这三个孩子 他们跟我的感受到的是一样的 我喜欢他们就是 我们最开始喜欢 音乐时候的样子 来 走 还要喝 不动不动 第一排各位老师 请投票 第一排李永浩老师战队 获得两票 谢提牧老师战队 获得七票 谢提牧老师战队 暂时领先 第二排各位老师 请投票 第二排各位老师 这一次是李永浩老师战队 获得了七票 谢提牧老师战队 只获得一票 第二排发生的反转 第一节极其不同音 第三排的各位老师 请投票 这一次 谢提牧老师战队 获得五票 李永浩老师战队 获得四票 谢谢各位 请放下 仍然非常接近 感觉还是心里挺没底的 挺没底的 这一次 这一次 李永浩老师战队 的优势 比较明显 谢提牧老师 获得两票 李永浩老师战队 获得六票 谢谢各位 请放下 这次李永浩老师战队 的优势比较明显 咱俩又重要了 对 你俩又用上了 连本来有的大比分 积分都输掉 让我们的这个情绪波动 很难受 感觉还是心里挺没底的 为我们整个团队捏把汗 就是担心我们后面 会不会出现非常大的差距 下一排的各位老师 请投票 李永浩老师战队的优势 在放大 李永浩老师战队 获得了七票 谢提牧老师战队 只获得两票 这一轮有五票的差距 谢谢各位 请放下 最后一排的各位老师 请投票 全部支持李永浩老师战队 八票 八比零我也是 哎呀 原来Acapella 还是对很多人 觉得可能 不习惯这个模式吧 谢谢各位 行了 完了 最终 李永浩老师战队 以三十六比十七 获得第三轮的正力 最后一排的 好 李永浩老师战队终于搬回了一轮了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轮到底获得的比分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先来看 李永浩老师吧 这一轮是你们获胜的 李永浩老师给了你们加分项了吗 如果有 那么现在至少是二比二打平 如果没有 那么暂时领先的 还是谢天鹏老师战队 李永浩老师 在斑马森林这里选择的是 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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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分 两分 在斑马森林上使用了加分项 并且获得的胜利 现在前三轮双方打平 二比二 这华少要提醒了我 他说这是一个节点 这是一个赛点 我这也是一个险期 万一要是不行了 后面就彻底 整个战队都很绝望 听风老师 一分 没有选择加分项 这是目前的第三轮 那也就代表着剩下的两轮 谢天鹏老师战队 你们还有三分的总分 李永浩老师战队 只有两分的总分 明白明白了 这还没用呢 他赢一轮 谢天鹏老师战队就获胜 你必须全赢 你们战队才获胜 好好 我们尽力尽力 两位老师 来吧 带着你们的成员 回到你们的休息室 他们组 只有一种可能 有可能会胜 就是说他们这个乐队 会再出现一次的 他一定是拍乐队 再出现一次的 他一定是拍乐队 好听 对啊 好听 恭喜 完全没问题 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对面应该是斑马森林 还有阎文君 阎文君 我听到他们问斑马森林 最快换衣服能换多久 可能下一个还是他们 我有猜过是斑马森林 他就是 他中间其实也有跟 跟我们三个导师们说 他让这个文君跟斑马森林 各自都多准备了一首歌曲 下你上 好 我压力好上 好 随便 你怕什么呀 怕什么呀你 他可能觉得第四个上 对他压力很大 他没有想过 如果是第五个上 我就怕他紧张的 他张不开嘴 这我最在意的事情 你怎么说也在我们中国好心 留下一个好的舞台 你们两个有没有自己哪一个已经 都还好 还好 不然你就来 你来吧 好 好 第三轮的时候 2比2平局了 就像冲来了一样 我来吧 我上 把分给 终于回来 贾伊藤的飞 其实我非常喜欢 但是也是一个 冰形显着 因为他 这首歌就是新写的 吓死我 快回来吧 回来吧 你每次放 你就放到百分之三百 你要突然间拉回来到 百分之三是一个技巧 不然你的气会感觉到是你接不上去 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一个歌手 你让他演绎十遍 肯定十遍都会一定会不一样 所以只希望他可以 拿出他在排练时候的这个稳定性 欢迎两位老师 带着第四轮出战的学员 回到舞台 欢迎来自河南郑州的贾伊藤 哇 我是说吧 肯定是火头 欢迎来自上海的阎文君 他这儿了 没事 哦 是他 你有没有猜到我回到他 没有猜到 他火头了 你看 加油 加油 对 第四回合 颜文君对战贾伊藤 因为荣华老师已经用过加分项 他只能选择一分 对 谢霆锋老师 请你决定 这一轮 你是否要在你这一轮派出的学员身上 实用加分项 我觉得他会用 可能 好 好 压分 对我来说 两边导师最不希望的就是硬碰硬 我从来在压分项里面 我都是临时要变动的 因为我觉得这种出场的选序 大家都会有调整 定好了 好 两位老师 请回到导师席 今天有七奶一 三年八克优质乳蛋白 带你开启有机新生活 对战时刻正式开启 首先欢迎谢霆锋老师战队 贾一腾演唱原创作品 《飞》 我该像是一个有志向的人 《飞》 又在梦里去飞去爱往 我应该 背上吉他 唱完我这一生 我应该 听爸妈话 缘有横行 我发现故事开头都是童话 不知彼岸或无敌悬崖 这世界 这世界怎么啦 为什么会这样 美好的一万光年 消失了 快回来吧 回来吧 回来吧 别让漆黑让你燃上了悲伤 快随着它 去远方 就让漆黑带你看看新的光 就让漆黑带你看看新的光 飞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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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认却 快回来吧 回来吧 别让漆黑让你染上了悲伤 快随着它 去远方 就让漆黑带你看繁星的光 飞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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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印象一直都很深刻 就第一次走到郑州嘛 对吧 因为这次歌词又写到 要跟爸妈说又要走了 对 反正每次的歌词 就是在家里待不住 我很喜欢你身上那个劲儿 就是那种非要从 对 非要从那个北京 走到郑州那个劲儿 对 我这 郑州走到北京 对 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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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反正就是坚决不坐火车 不坐任何交通工具 这个劲儿让我觉得 很好 很舒服 我觉得很配合你所有的歌词 我觉得你的歌词写得都是充满 充满了你内心的一些力量的 杨军 他是我当初单转的 因为我后来我给他练过很多的歌 我后来我发现这个人 就是他唱什么歌都可以 就我想让他唱慢歌 他可以把这个慢歌唱出这个味道 就唱快歌的时候 他知道哪个地方咬字要快 哪个地方咬字要慢 就一唱慢 他自己就沉下来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天生的 一个记忆的东西 谢谢荣华老师 两位观众老师 请二位做出选择 李宇春老师已经完成了选择 好 李建老师也做完了 李宇春老师 下一头 李建老师 我这票给了 好 林建老师 李建老师 谢谢李建老师 好 迎接结果 来吧 赛俩来了 各位评审团的老师 现在开始 第一排各位老师 请投票 双方各得四票 太好了 第一排打赢第一球 好 四位老师 请回座 没有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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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轮 谢霆锋老师战队 胜 揭晓 揭晓 赛点悬念 如果 谢霆锋老师这一轮 使用了加分项 那么 他将获得两分 四比二 最后只剩下一分了 所以悬念已经被扼杀了 那么 谢霆锋老师战队的选择是 这是Logo 对 谢霆锋老师选择了 其实谢霆锋导师的 压两分的概率 应该在虎头上 应该是蛮大的 因为如果说 他不在虎头身上 压这两分的话 那么就代表说 他肯定会在 想负身上压这两分 那我觉得可能 对小复这样一个 可爱的女孩子来说 有点压力太大了 一分 还有机会 机会 目前是 我死了呗 目前是三比二 这就给第五轮 创造了无限机会 好看 是这样的 虽然谢霆锋老师 现在还有两分的总分 但是如果你输掉了 第五轮 打成平局的话 要以五轮的小分 总分高低 来判断输赢 分数高者获胜 想PK吗 很刺激 好看 两位老师 最后一轮 定下输赢 请注意 输的那个战队 是要从自己战队里面 淘汰一个人 绝对死 输得幸福过 刚后来的现场 没好意思说 因为我觉得有点太严重了 她基本上歌词 错了50%以上 她是我们战队里面 自尊心比较强的一个女孩 对 我也不想是说 在台上搞得她很难看 她可能崩溃了 可能是 可能就是因为 他们前面没有经历过 来回的PK 这样 这怪我 应该让他们出来 千锤百炼一下 在台上太萌了 太牛了 不了不起 所以其实这每一学年 你出去玩 加油 其实我心情是很忐忑的 因为同一个学员 出战两次 然后他如果诠释了 不同的风格的话 其实这是很吸引观众的 对 你们仨来吧 来吧 等着不行了一样 其实到那次会议论 那个时间的时候 我其实是希望 给今天的演出 做一个完美的一个收尾 我觉得他们的优势 不在于他们的演出 也不在于他们的歌喉 就是在于他们的热血 我们需要热血 需要一些 看起来 就是愣头青的一个人 对 去帮我们冲破一些 常规的东西 加油 今晚的决胜轮开始了 两位老师带着第五轮的学员 回到舞台 这个就没有悬念了 第五回合 斑马森林对战傅心瑶 哎呀 来来来来 我先跟谢哥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 又见面又见面 又见面又见面 当不久之前才见过 对 田凤老师 那最后 傅心瑶会唱出什么样的歌呢 从待会儿的这个 歌曲的 选曲的名字也好 以及他的嗓音 我觉得都是一个 非常称职的甜点 甜点 好的 两位老师 请回到诗行 傅心瑶 请您先到备战区等候 台马森林 舞台交给你们 太可 必胜 扎头巾的话 是我们也是临时想出来的 就是 我们想用一个最 普通最简单的方式 为我们战队加油 同时也为替马兴仪 健康加油 希望她早日归队 今天有机奶衣 三年八克 优质舞蛋白 带你开启有机新生活 对战时刻 正式开始 首先欢迎 李荣浩老师战队 班马森林乐队演唱 星空 好 说 摸不到的颜色是否叫在乎 看不到的拥抱是否叫做微风 想著一個人 想著一個人 是否就較寂寞 命運偷走 路過只留下結果 時間偷走 初衷只留下苦衷 你來過 然後你走後 只留下星空 那一年我們望著星空 有那麼多的燦爛的夢 以為快樂會永久 想不變星空陪著我 烈紅天亮之女光年外沉默 回憶青春夢想何時 偷偷雲落我愛過 然後我沉默 人海裡漂流 那一年我們望著星空 未來的未來從沒想過 但故事失去美夢 美夢失去線索 而我們失去聯絡 這一片無天無欲星空 為什麼靜靜看我淚流 如果你在的時候 會不會伸手擁抱我 誰數翻新閃爍 誰數翻新閃爍 誰數此生奔波 原來所有所有的錯誤 不住一夜的星空 其中的溫柔 回憶你的笑容 彷彿只要承受 彷彿只要承受 就能觸摸 摸不到的眼色是否 叫彩虹 看不到的擁抱是否 叫做微風一個人 習慣一個人 這一刻獨自望著星空 從前的從前從沒變過 寂寞可以是忍受 也可以是享受 享受盡有的擁有 那一年我們望著星空 有那麼多的燦爛的夢 至少唯一會永久 將不變星空陪著我 最後只剩下星空 將不變回憶陪著我 旅行 我願意走 是 更多的燦爛的 是 更多的燦爛的 我願意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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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请 谢提风老师站队 沐昕摇眼唱 消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演唱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约会时的等待 离开我熟悉的城市 忘记我自己的名字 说没有结局的故事 你不想听我就消失 离开我熟悉的桌子 拔掉我身上的电池 点掉我脸上的黑纸 在地平线上消失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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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我熟悉的城市 离开我熟悉的城市 忘记我自己的名字 说没有结局的故事 说没有结局的故事 你不想听我就消失 离开我熟悉的桌子 拔掉我熟悉的桌子 拔掉我身上的电池 点掉我脸上的黑纸 在地平线上消失 我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我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没有电话没有灾害 没有那么多的电视台 我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出了马桶跟着水流 我躲在厕所 不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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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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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约会时的等待 太棒了 太棒了 谢谢傅星瑶 双方回到舞台 两位老师 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刻的感受 李荣浩老师 对 傅星瑶 我觉得他就是天生是一个歌手 而且他的音色 我明白那个 谢哥说为什么 是一个甜点了 对对对对 是甜 有甜 前面是有甜的 对 有甜的 对 然后 斑马森林就是 就是所有的观众朋友 和所有的评审 他们的名字叫斑马森林 记住他们这几个人就好 林邦老师 斑马森林有机会咱们一起玩 不是 谢哥你说当我的面 邀请他们两回了 我这天哪 给我留点面子 不是 不是 我跟荣浩老师 跟你们上一起玩 我们五个人可以一起 可能会想踩一个栏杆什么的 就很客气 下次我们一起玩 好喜欢你们 继续加油 然后傅星瑶 我对你的要求 会越来越苛刻 好 但是恭喜你 谢谢丁锋老师 你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 大家都说 就是在这个台上留下作品就好了 但是对于我来说 不是留下作品 是留下对于作品的另外一种诠释 然后谢谢 这首歌是亭峰老师帮我选的 我很喜欢 选的好 选的好 这首歌好听 好听 两位观战老师 请写下你们的决定 好 两位观战老师 你们的选择是李宇春老师 斑马森林 在队友不能够上场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这样年轻的少年然后健康这样的压力 感觉有这个放手一搏 我觉得我特别为这样的一种精神所感到动容 谢谢你们 我投给的是斑马森林 斑马森林加上一分 李健老师 斑马森林 斑马森林 再加一分 谢谢李健老师 在迎接结果之前 有请两边战队的成员们 回到舞台 谢天空导师战队 随一阵李荣浩老师战队 最后一轮 让我们开始投票 第一排各位老师 请投票 狼酒庄园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狼酒庄园 白酒爱好者的向往之地 狼酒庄园提醒您精彩继续 狼酒庄园 白酒爱好者的向往之地 天字经典开启有机新生活 本节目由13年坚持有机的经典独家冠名 关注狼酒官方号 参与我在狼酒庄园等你话题互动 与我合拍快来挑战 动力强表现稳 一气丰田双情家族 处立王者之路 明师出高途网课选高途 本节目由中小学明师直播客 高途课堂暂时播出 排练辛苦了 但也别忘了补充能量 没吃东西呢吧 来一片西瓜吐司吧 好好吃 软软的还挺有嚼劲 西瓜吐司里面还有维生素B1 B2和B3 对 它上面也是用的草莓粉跟菠菜粉上色的 而且它是用的海藻糖代替的蔗糖 低糖又美味 吃完这个我感觉还能再练十遍 我感觉可以了 加油 第一排各位老师 请 少了个选手 所以我少要一分 其实呢 我只需要在那一盘里面拿到八票 我就已经可以的了 在我心目中 星瑶还是站得挺高的位置 不然我不会连那个 两分都不放进去 因为他不会输到 连本来有的大笔分 积分都输掉 明白了 那么就加上这一分 这个天风老师战队 以4比2获得第二场的胜利 祝贺你们 失败的团队有一位 在这一季的中国好声音舞台上止步于此 嗯嗯 根据规则 嗯 虽然星亿仍不在现场 并且没有参赛 嗯嗯嗯 我不得不提醒你 他仍然在你选择的名单当中 好的 挑选一位的话 狼酒庄园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狼酒庄园白酒爱好者的向往之地 天字经典开启有机新生活 本节目由13年坚持有机的经典独家冠名 本节目由狼酒庄园独家特约 狼酒庄园白酒爱好者的向往之地 本节目由胡姬花古法花生油赞助 胡姬花古法炸 胡姬花真香 本节目由凯世丽红酒指定赞助播出 听好声音品好红酒 好红酒就选凯世丽 能告诉我你活力满满的力绝吗 多喝今年有钱 每100毫升富含3.8克优质乳蛋白 一起开启有机新生活 失败的团队有一位 在这一季的中国好声音舞台上止步于此 嗯嗯 根据规则 嗯 虽然星亿仍不在现场并且没有参赛 嗯嗯嗯 我不得不提醒你 他仍然在你选择的名单当中 好的 对于我来说 这个输了我觉得就是看了没人好 我真的是那么觉得 成败就还好 重点就是他们有没有在舞台上 把我们底下练这些东西呈现出来 这个才是让我觉得最难受的地方 接下来我可能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帮助他们克服这个 在台上紧张不放松的这个状态 就把他因为他那个对所以我也是很纠结 对 但如果现在剩下我从四位里面挑选一位的话 对 颜文军 下一场我们将看到的是由皮疯老师战队和李健老师战队 两支胜出的战队之间来共同争夺 2020中国好声音的最强战队的荣誉 你知道除了音乐还有什么可以填满整个房间吗 你看就是打开这瓶青花囊 满屋子的酒香 果然来自狼酒庄园的好酒不一般 在这一刻让我们用13年坚持有机的经典有机奶 共同举杯庆祝开启有机新生活 让我们共同举杯干杯 天子坚定开启有机新生活 感谢收看本期有13年坚持有机的经典 独家冠名的中国好声音 让西瓜视频观看节目 解锁独家内容 点亮度音乐的好奇心 登陆KO音乐酷果音乐 全民KK投票助理你喜爱的歌曲 登顶好声音金举吧 欢迎到南地下方 中国人订阅下微博 下微博下微博 娱乐丰富豪娱乐 回在线杂可吧 220所有数据法 了解更多情资讯 上微博参与中国好声音 抓耳门淡网 不懂你喜欢的导师打扣 0至100秒 节目彩蛋 打开微博搜索 中国好声音话题页 更多情服力等你解锁 点下网易相网 您相网扣端 向下网手机扣端 放红新闻送付新闻扣端 向下网扣端 中国相网一点资讯 向下网扣端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